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個三角前abc中 角A是指角 那A的話是等於這個2E 然後B的話是等於E3 2E E3 大概這樣子 這是A 這是B 現在他說 A是指角 那這個c的話 c的話也是多少 這是2E 這個是E3 那這個也是4 K大概在這裡 這是4K 好 那麼他問說 那K應該是多少 你可以有很多種做法 其中有兩個做法 就是說 你把它弄成是項量 把它弄成項量以後 取內機要等於0 這個是A B 這個項量是等於多少 1-2 X分量是互的 互1 Y分量是正的 3-1 2 這個項量是 互2 互1 2 然後呢 這個A C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這個 這一點 減這一點 2 K-1 然後如果呢 這個角度是90度的話 代表這兩個互相垂直 這兩個項量如果垂直的話 取內機 取內機的話 這個 這個 就是這個乘以這個 加這個乘以這個 會等於 也就是說 AB 這個會等於AC 這個會等於 如果兩個項量互相垂直的話 取內機等於 取內機就是這個乘以這個 乎1 乘以2 加2 乘以K-1 這個的話 這個等於0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曉得 兩倍的K-1 等於2 那2又掉了 這是1 所以K的話 等於多少 K等於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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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 你就呢 用B式定 這個平方 加這個平方 等於這個平方 也就是說 這個 這個平方 這個平方 等於多少呢 就這個項量 這個項量 這個項量就是 這個平方就是 這個-這個的 就是 K-3 的平方 加上多少呢 加上 4-1的平方 就是3的平方 這個是Vc Vc的平方 匯等於多少呢 匯等於這個平方 這個平方就是這個項量的平方 就1的平方 加上 2的平方 這個是AV的平方 加多少呢 加上 加上 這個平方 加上這個平方 這個平方 是多少 這個平方 就是 K-1的平方 再加2的平方 好 那這個 這個就是AB AB的平方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AC的平方 這B是定 那我把這一項 把它給移過去 移過去以後 這個就等於多少呢 這個平方-這個平方 就是 這個-這個是 負2 負3-負1是負2 那乘以多少 這個加這個 2K-4 那匯等於多少 匯等於 這個5 5加4是9 9-9 0 好 那所以 這個等於1 所以K就等於2 因為這個等於0 所以2K等於4 2K等於4 2K等於4 所以K等於2 這兩個結果是一樣的 還有其他方法 就是你把什麼呢 你把這一條直線的斜率找出來 也把這一條直線的斜率找出來 他的那個 如果這兩條直線互相垂直的話 他們的斜率的成績會很互異 這樣也可以做 反正很多種方法 所以答案呢 是2